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宇书 全球进入工业4.0时代 机器人走出工厂进军服务业 崛起的新市场也成为两岸科技大厂 兵家必争之地 由日本软银集团 台湾红海 大陆阿里巴巴 联手出资打造的Pepper正式登台 也掀起机器人大战 包括了华硕 推出家用型的机器人 还有大陆百家争鸣的品牌 也都积极地抢进 这一块新兴市场 大家好 大家跟他玩 想要把我们三只狗 换成一个Pepper 机器人借最猛新兵 正式进军台湾 来哟 来哟 快来跟他妈一起玩游戏吧 日本软银公司和洪海集团 联手打造的Pepper 来台湾抢蛋碗 到卖场之习当客服 举手投资都是交点 跟小孩互动怎么做呢 家里非常无聊的时候 他可以跳舞给我们看之类的 我很幸运 来这第二年 学生兵的祝福节目 为习近年两岁的Pepper 真是大有来头 洪海和阿里巴巴 各出资145亿日元 占股20% 投资日本软银集团 旗下的子公司 国台迷 马云 孙正义 三大巨头结盟 结合三方软硬挺优势 联手抢攻全球机器人市场 无论你喜欢 或你不喜欢 Roberts 是会比车更流行 Roberts 是会比较 很重要的 指纹能像人一样 摆出各种姿势 额头和嘴巴装置RGB相机 左眼有距离感测器 一切设计都是为了和人 拨感情 Peper他身上总共有27个感应器 所以包含了如果他动作的时候 他太接近我的时候 所以他会感受到我在他的旁边 你看他这边的部分 他就会比较慢举起来 所以他一切的设计 都是为了跟人互动的情况 他就会保障他跟我之间的一个距离 We give you the ASUS ZAMBO Peper登台也点闻空前激烈的机器人大战 Hey ZAMBO Come here 华硕新品发表会 这回主角不再是手机或电脑 而是由机器人ZAMBO卖萌登场 Hey ZAMBO Take a photo Look here 1 2 3 Smile 机器人将在大陆市场互相究竟 不管是跳舞 投篮 还是陪小朋友唱歌 今年海峡两岸成果展 各种机器人抢尽风头 智能小贩帮忙卖兵 做生意成为最新趋势 因为现在人工成本都比较贵嘛 相当于是受卖一样的 那后期的话 我们会研发其他一些的 比如说蛋糕类的 或者其他各种种类的这样子 研发公司百家证明 大陆已经要升机器人最大需求国 预估到2020年 产业总值将超过15兆台币 除了有替代员工的智慧帮手 AI员工智慧也不落人后 欢迎来到夏季达瑞斯论坛 我是机器人佳佳 水汪汪的眼睛吹弹可破的肌肤 综合五代笑话的外表 中科大研发的佳佳 是目前大陆颜值最高的机器人 他能和人聊天帮忙送茶水 大陆把机器人列为 七大战略产业之一 计划五年内要让机器人产业 脱胎换骨 台湾创客机器直追 海峡拼经济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Pepper 全球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 怎么让机器人更聪明 更人性化 请问很多台湾年轻人 要投入的新男孩 这是今年暑假台北市最热门的特训 因为我们想要让他进行跟人一样牵手的动作 然后不像一般死板的机器人 然后他可以带入感情以及温度 除了有来自各大产业的工程师 连大学生业组团挤破头来和机器人打交道 因为以后很多人力的东西都被取代掉 所以写程式以后也是会成为一个 我们必定要学的东西 他们正在训练Paper如何读懂人心 因为光有硬邦邦的硬体不够 怎么让机器人融入使用者情绩 把科技产品变实用 是许多机器人公司重要的发展方向 所谓机器人的训练师 就是他根据他的所谓的资讯的专长 根据他的人性的专长 可以贯注他更多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叫机器人的训练师 与其叫机器人的训练师 我们还叫机器人的应用开发师 工程师能依照需求写程式 让机器人和人互动 就像日本的Paper 已经开发出很多应用软件 让他能弹乐器 玩游戏 未来机器人也能客制化 以前台湾都是在做某一个元件 现在这些元件集合起来了 那它就变成一个 跟人之间互动的一个界面 台湾正处于 这个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这个时间点 所以光Paper的应用 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让台湾可以进入到 下一个产业的一个时代 从能灵活变身 亲手设计的智慧玩具 到导览服务型的机器人 台湾科技产业人才 积极抢摊这个正要爆发的市场 机器人革命大战开打 就看谁能抢占先机 换占不 emerge 款电门 伊兰 阳 对 olog 两尊 你 这